找了日本女子团体 又唱又跳代言 广告里还大秀手机拍照功能 宏达电的二代蝴蝶机 台湾正式首卖打出流血战 搭配4G方案 手机杀到不用钱 没看错 中华电信带头匠 搭配4G急速方案 资费1736元 手机一口气0元带回家 补贴金额上看2万元 这是中华电信 推出4G套装手机以来 补贴金额最高的一次 就连通路商都直呼杀很大 办4G的用户现在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想电信业者 也会想要借由这个手机 希望拓展他们的用户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iPhone 6就即将要发表了 那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现在再不推我的手机 到时候iPhone 6出来 那可能大家都去买iPhone 6 其实不止二代蝴蝶机 其他同等级手机比一比 只要搭配1736元资费 三星的S5 手机千元有涨 等于也是补贴2万元 Sony的Z2手机更便宜 只要490元 电信商补贴价也是超过2万块钱 杀很大的还有LG的G3 手机同样不要钱 电信商毛起来拼 但看在外资眼里 却很担心未来获利 第一个声音就是网络要有覆盖 第二个声音是希望上网 无限量吃到不降速 外资认为电信三雄出招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有助于提高4G营收 不过能不能稳定挹注获利 还得通过市场考验 三星五会也定期视频谈到